大家好,我是维哥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世界一千目经典科幻短剧中第十七部的故事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达到一千五 我会光速开启下期节目的更新工作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故事开始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闻过老赖吧 老赖为了赖账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而我们的男主,就是老赖中的王者 他甚至连死神撒旦的账都赶赖 他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撒旦签订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契约 而撒旦也帮他完成了成为世界首富和王牌飞行员的心愿 然而当男主看到契约即将到期的时候 可这时我们的男主却突然不想死了 而为了躲避撒旦对他的追杀 于是我们的男主便花费巨资 直接在月球上建立了一个基地 他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撒旦的管理范围了 于是便开始在月球上独自生活了起来 这天,爱无聊赖的他正在月球上飙车 而月球表面那坑洼不平的地面 正好是飙车的绝佳场所 最后他居然开着月球车 在月球的表面上画出了一个对着地球竖起终枝的图案 而他这样做明显就是在对地球上的撒旦进行的赤裸裸的挑衅 接着玩意了的他又回到了月球基地 准备睡觉休息了 可就在这时一下宇宙飞船突然从地球来到了月球上 接着就从飞船里走下来了一个女人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个女人居然可以不穿宇航服就在月球上优先自得的行走 然后他就静止的走进了月球基地里面 并跟男主打起了招呼 原来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是死神作下的首席大恶魔丽丽丝 他一来就直接告诉男主他是来收账的 他希望男主不要在他的面前耍什么花招 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灵魂交出来就行了 而这时男主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 立即就要倒茶请他品尝 期间他还偷偷地在茶里加了一点渗水 将让丽丽丝暴毙而亡 然而丽丽丝接过茶 一文就知道里面加了了 不过身为大恶魔的他又岂会怕渗水呢 于是他轻蔑地一笑 然后就喝了下去 可没想到男主则立即关上了门 这时丽丽丝告诉男主 就知道你在耍花招 你以为靠一个铁门可以拦住我吗 不过男主告诉丽丽丝 这可不是普通的门 里面是纯淫的 就是专门防止恶魔进入的 这让丽丽丝气得大叫 然后就开始暴力强拆 而男主则赶紧穿好了宇航服 很明显男主知道 那个月球基地是无法长时间的困住丽丽丝的 于是他火速逃离了基地 而就在这时 男主按下了基地的爆炸按钮 瞬间就将月球基地给炸成了粉碎 而围困丽丽丝的太空舱就像一个大铁罐 随着大爆炸产生的月盐碎片 一起埋进了一个大坑之中 而男主则先是嘲讽地看向了大坑 然后又轻蔑地看向了地球 接着便不慌不忙驾驶着丽丽丝的飞船扬长而去了 而丽丽丝从大坑中醒来 然后就直接化身成为了一颗流星 又回到了地球 就近他又幻化出了一套白色的工作服 并来到了一幢废弃的大楼之中 之后他就乘坐着电梯来到了最下面的一层 而这里正是死神撒旦空坐的地方 而此时的撒旦正在一名小恶魔的指导下使用着电脑 而他似乎年纪太大了 还不太能接受电脑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所以他就将电脑系统的账号和密码都寄到了一张纸上 然后才能用二纸层简单的输入 好在最后他还是顺利进入到了系统里 而就在这时 恶魔丽丽丝气鼓鼓地走了进来 他一来就报告撒旦 自己的宇宙飞船被男主给偷了 他现在急需一架新的宇宙飞船去追杀男主 不过撒旦则不慌不忙地告诉利丽丝 要他不必担心 因为男主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飞船上的燃料是跑不远的 而此时在我们的男主这边 他驾驶着利丽丝的飞船已经来到了土星这边 并在土星环上高速地行驶 可是开着开着 飞船的能量居然就用完了 最后只能停在了土星环上 于是男主立即就想给飞船充电 不过这艘飞船的充电方式有点奇葩 那就是需要罪恶点数才能充电 这下把男主都逗笑了 因为他知道骂人也是一种罪恶 于是他就疯狂地骂撒旦的全家 虽然产生了罪恶值 但是这点罪恶值根本充不了多少能量 而这也让男主大失所望 接着男主又试图进入飞船的控制系统 看看能不能重新启动飞船 不过是了好几组密码都不能破解 这下男主也没折了 由于飞船没有了能量 此时飞船的内部也变得冰冷无比 动得男主直哆嗦 而此时撒旦和利利斯看着男主的迥样 立即就用全息影像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 并开始嘲讽男主 小子 你不是很有能耐吗 接着跑啊 而男主看到后 也只能对撒旦表示自己只能投降了 输给像你这样的大神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于是伸出手就要和撒旦握手 表示自己已经认输 就在撒旦准备要和他握手时 结果撒旦立即又把手收了回来 并继续嘲讽男主 但撒旦不知道的是 男主跟他握手的本意就是偷看他纸上的密码 这下全被他看到了 于是他转身来到了飞船的电脑前一顿操作 而撒旦一看男主的反应 突然觉得有问题 但是又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于是就派利利斯再次出发 而这次他命令利利斯一定要干掉男主 于是利利斯又再次启动了一艘地狱飞船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朝男主滞流的土星追了上去 地狱飞船果然厉害 不意会的功夫 居然直接出现在了男主飞船的上方 然后利利斯打开了舱门 直接就朝男主的飞船飞了上去 可就在这时 令利利斯没想到的是 男主居然穿着宇航服也从飞船里走了出来 并朝利利斯的方向飞了过来 就当利利斯觉得男主又要是什么花招的时候 可没想到男主居然在赞美了一下土星美丽的新环后 就摘掉了自己的头盔 然后亲手结束掉了自己的生命 这让利利斯在无比惊恶的同时 也对男主坦然面对死亡而产生了敬佩之情 他甚至有点感动 不过工作就是工作 就在利利斯准备开始接受男主灵魂的时候 飞船上的倒计时结束了 然后利利斯就见男主被飞船上的牵引声 迅速拉回进了飞船 而他的灵魂并没有从身体里出来 于是利利斯就想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而此时回到飞船上的男主居然齐齐般的活过来了 不仅如此 就连飞船的能量也已经补充完毕了 那这究竟是这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在和撒旦握手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故意偷看撒旦的电脑密码 而在看到了密码后 他便利用这个密码活速登陆进了地狱系统的后台 接着就在生死部上给自己办理了一个 可以原地复活的贵宾服务 不仅如此 由于他刚刚是自杀 而自杀在地狱里是重罪 所以他的罪恶只被瞬间拉满了 而这也给他的地狱飞船充尽了一大半的能量 接着男主便启动了飞船 而飞船喷射出的巨大气流 让无数陨师直接砸向了利利斯的飞船 瞬间就让利利斯的飞船被摧毁了 而此时正在地球等待利利斯凯旋的撒旦 突然接到了地狱网络中心的电话 因为他们发现 撒旦的账号居然在土星上一地登附了 这下让撒旦不淡定了 他突然回忆到当时男主在和他握手时 眼睛不停地偷瞄自己记录登陆密码的纸 这下真的是自己大意了 就在细极败坏的撒旦开始大骂男主不讲武德之时 没想到男主居然直接发来了一个视频 而上面正是男主嘲讽撒旦的鬼畜 而撒旦也只能气得原地自爆 接着男主便再次启动了飞船的加速按钮 准备离开土星 向着更远的星系前进 然而男主不知道的是 不知什么时候 和摩利利斯已经悄悄地爬上了他的飞船 那么他这次又是否能够再次地化险为夷呢 不过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那么下期节目又会是哪部经典的科幻短片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